为在高雄的陵远石化厂过去经常发生火灾或是爆炸的公安意外 当地民众都戏称像是不定时炸弹般的存在 不只是让居民人心惶惶 发生意外同时也都会造成环境与空气污染 高雄市议员王耀玉对此在市政总咨询中呼吁市府要加以重视 并且严格要求业者改善 不要让公安意外成为市民的日常 所以在这里我也要求市政府 环保局 劳工局 劳检署 要针对这些发生事故的一个问题点 来做一个彻底的来改善 如果他没办法来针对这些公安事故 或者是有一些污染物的一个解决 那当然一定要勒令停工 王耀玉失望透过相关局处加强积柴 要求业者降低事故发生 此外 陵海工业区因为有环境污染问题 而大陵埔居民被迫牵村 而陵原工业区的居民同样也遇到污染问题 王耀玉就认为这样的污染才能够从根本解决问题 从陵海工业区跟陵海工业区 包夹在里面的就是陵原区行政区有24个里 那如果说用这样的同样标准 那未来不是就要把整个陵原区一并迁村吗 那这样就变成污染没解决 只是老百姓在迁村 一定要把空污彻底的改善 如果空污没办法改善的话 我觉得那工业区应该要彻底检讨 关心空污以及环境污染议题 王耀玉在议会提出各项建言 希望从源头改善降低污染 还给市民健康安全的生活环境 记者萧玉轩 彭宇玉高雄报道